元旦日就宣佈了這個喜順 那天你就說 正式公佈這個喜順 告訴大家 我快要做媽媽了 但到現在 我們還未知道這個寶寶是子還是女 經過我們旁邊 很多同事在聊天 估計阿天一就有個余測 我猜是女的 我猜為什麼這樣猜 因為我看到一些新聞 就說你有跟其他媽媽 或者准媽媽取經 就有跟Yoyo和譚凱琪去取經 而他們兩個都是女女 所以我覺得 跟他們取經的話應該都有機會 或者是女的 這是什麼預測 有文有道 有些人的預測是說 駝仔的媽媽就會比較 醜一些 鼻子又會大一些 對 有些人的樣子又會變 對 有些少許會變 駝女的媽媽就越來越漂亮 那肯定了 所以我們要問回當事人 或者當事人方不方便透露 其實 你們猜一下 我也猜一下才好玩 喔 即是你想到寶寶出來那天 你再宣佈我們是誰 才會驚訝 遲些 猜一下才開心 多好 猜得 猜得多好 你又說得多好 難道是龍鳳胎 恭喜 很多照片 你加了什麼 對 但是你在什麼情形底下 知道有了 或者是有了的時候 怎樣跟先生一起分享喜訊呢 是啊 那一刻其實都很難以自信 因為其實我們是有計劃的 但未必真的會成功 那當真的成功驗到那一刻 其實我是被自己冷靜了一天 一天 一天 沒有說 沒有說 是被自己冷靜了 因為其實那一刻的心情都很複雜 信和不信之間 緊張和喜悅之間 即是很複雜 之後第二天 我再確認多一次 再確認 然後我才跟他說 那是什麼情況呢 即是在吃飯 老公呀 我一定有小朋友 是怎樣的 很隨便的情況 在家裡看電視 即是無緣無故叫她一聲爸爸 我記得好像她還沒睡醒的狀態 哈哈 我以為她是不是翻夢 對 好像還沒睡醒的房間跟她說 先生是不是很喜歡小朋友 也喜歡的 因為其實她也很受小朋友歡迎 是的 我的兒生女兒很喜歡捋著她玩 哎呀 看得出她是挺有愛心的 好像我這樣 哎呀 人家一向都有愛心的了 這樣才能夾到的 是的 但跟先生說了之後 大家就很開心了 但說到懷孕的女生 一定會經歷一個很辛苦的階段 如果幸運一點 就駝得很舒服 那沈卓瑩你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我初孕的時候 即是頭三個月 其實是都有任神反應的 都會不舒服 嘔吐 暈暈 很累 但是 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咬過了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尤其是駝B 你沒經歷過 你不會明白那刻的感受 所以現在自己經歷過 就覺得 其實媽媽真的很偉大 但我覺得現在有五個字 可以形容現在沈大師的狀態 就是肥B不肥貓 簡稱叫肥媽 我沒有簡稱 這個沒有簡稱 真的喔 你看他的身體沒有肥 手腳沒有肥 對 只是肚子凸出來 有什麼秘訣 飲食是不是有些秘訣 其實最初是 在摸索的階段 即是剛剛開始 你摸誰 摸在肚子裡的BB 令我身體的變化 因為最初我是 經常都肌餓感 經常都很餓 經常都要吃東西 那時候可能吃多了東西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身體的狀況 是這樣變化 要吃這麼多東西 網上是這樣寫 真的有這些情況出現 那我就開始小吃多餐 還有小吃多餐的情況 可能早上吃一點 然後下午吃一點 中午吃一點 晚上吃一點 那些東西都是偏健康一點 如果我真的很餓的時候 我在網上看到 第一樣東西拿來吃的 應該是水果 對 好像叫早餐經常有這麼多水果 對 不同類型的水果 因為健康一點 又不會肥 還有小澱粉質 還有第二樣東西就是吃餅乾 餅乾 餅乾 之後或者是牛奶 如果再不行 再吃多兩包餅 都是這些 重複焗四大發明 就不太行 就是粥粉麵飯 其實就是因為 你不可以吃這麼多 譬如正餐 早餐、午餐和晚餐吃 但其餘的時間餓 因為它保持餓 我是這樣的狀況 那我就不可以經常吃這麼多澱粉質 因為之前不懂得控制 所以一下子肥了很多 醫生叫我要控制體重 那我就很害怕 那我就想辦法 如何令自己健康一點 維持體重 那我就想起 網上教 就吃一些健康的東西 水果、餅乾、牛奶 都是健康 但是又不會肥的 是啊 有沒有做運動這樣 其實很難的 那一刻 因為你已經不舒服了 又累 累又穩 其實做不到的 你只可以吃完飯 下去走走走走走步 都好 是啊 好像沒有 有些說拉筋 又或者有些是專門給孕婦做的瑜伽 有些 其實頭幾個月是不適宜做運動的 也不可以做瑜伽去健身 因為比較 它未去到安全期 穩定期 所以其實醫生都不會建議你 是的 那這段時期 你老公怎麼照顧你 你又頭暈又很累 準備一些飲食餐單給你 他真的不得了 我覺得他比我辛苦 因為其實很飄忽的 譬如我凌晨五點多 我就餓醒 我餓醒我不是可以忍到餓 等到八點多才吃東西 我是立刻要吃東西 是的 那他就立刻下街衝下去買給我吃 然後 之後 立刻離開那個皮兜 就下去買 但是你是不是必須要吃到那樣東西 還是 會的 有時會的 譬如有一次我很想吃燒賣和牛肉燒賣 那他真的立刻吃東西買 撲出去買給我吃 是的 我現在在想究竟在哪裡買 是的 牛肉燒賣 24小時的點心店 零食 又或者24小時的便利店 甚至超級市場可以買 那這東西交給他們想 哈哈哈哈 我要吃 我要滿足這一刻的肉物 我要吃 因為不吃的人就會很辛苦 是的 還有一個很想知道的問題 在駝嬰兒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女士才能感受到 嬰兒第一次踢鼻 那個感覺是 你是什麼感覺的 其實初期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初期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覺得肚子好像是 怎樣一下 怎樣一下 有心想 會不會是肚子餓的感覺呢 Giniguru呢 又想買燒賣 然後隨著慢慢 可能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他就可能重點 力度大一點 那你就感覺到 原來是胎動的感覺 就是他裡面動 其實都挺甜蜜的 覺得整件事很驚奇 原來生命 生命 孕育生命 是這麼奇妙的 除了踢肚子的感覺 對於媽媽來說 是很深刻之外 產檢也是 產檢也是 產檢還有影像 對於媽媽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寶寶 哎呀 老公真的很像你 看那張超性 那張超性 她的鼻子很像你 很熱 真的會有機會是這樣 其實看得最清楚 應該是照結構那張 她會編一張比較清楚 我老公看到她的鼻子 都覺得很像我 但其實我跟她說 其實每張寶寶照都差不多 因為你是黑白不是彩色 對呀 主角性已經代入了 這個是我寶寶 一定有些東西要像我 對呀 我覺得她開心的 就讓她去想 你開心就OK了 對呀 開心就行了 對呀 現在到了這一刻來講 都是很舒服的 當家人 如何公布這個消息給你聽 會不會第一時間 其實驗完 OK了已經告訴你 沒有呀 我搜了秘密幾個月 我還忍得了 家人都搜著 對呀 即是家人都是1月1日才知道 不是不是 做一個月 對呀 就是過了 剛剛可以說的月數 我就先告訴他們 對呀 但你們忍得很辛苦 這些秘密 你們倆這麼久不懂 家人說 但其實我家裡的姐姐全部都關掉 我想他們已經是 猶到 看到你的成為舉動 因為經常都不知道怎樣 樣子很累呀 又不知道怎樣 又吃多了 樣子有點腫腫的 尤其是甚麼呢 這些女孩子突然間 由站立到坐下 那個動作很慢 哦 插一插腰 對呀 還有減少穿高跟鞋 初初不覺的 只是看你經常坐著不動 要吃很多東西 那他就發覺 為何你經常都要睡覺 或者這麼容易累 他們就猜到了 但是他都看我不說 都不出聲 那現在決定了沒有 究竟打算自然剷 還是開刀 還是怎樣 有些甚麼經驗 分享 我上次我自己生的時間 是怎樣的 我說生暗蔥 是自然生的 因為我旁邊的朋友 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產婦 但是真的見到 好像自然產的那些 就真的 復原得比較快些 是 你看到他真的很快 已經可以下床 又可以走 第二天就可以了 又看到那些 餵父母乳 那些也是 你看到 好像整個寶寶 甚至是媽媽 感覺上好像真的好看 一點 即是開刀 不是 自信產 因為他們說 感覺上 其實每一次 生完寶寶之後 這個媽媽 都好像整個 用光換法 整個身體的系統 好像按了一個reboot reboot 我聽說 因為你坐月坐得好 補得好 才會這樣的 是嗎 就不關你開刀 和馬上產事 聽說 你像是未決定 對 我覺得他決定了開刀 為什麼 其實我在想 因為我有些朋友 有些是開刀 有些是 信產 各有各好 其實我也在想 那在譚海琦的八日宴裡面 有沒有問一下他 究竟 請一請 你的經驗是怎樣 請教一下 那 下次見到問他 我有私下問他 OK 我不是特別想知道 你們這些少婦聯盟 一採犯你 因為他沒有說 我就不想說 他講了給我才知道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說真的 平安谷 已經看到他們四個 說真的 少婦聯盟 應該就是平安谷 才會成立 然後 陳凱琳 譚海琦 見到 沈卓瑩第三個媽媽 龔佳欣 成了龔佳欣 只有龔佳欣 龔佳欣 是龔佳欣 是這樣的 等待 等待 等待他的好消息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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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